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除了美国市场的都不开进 就可能这句话说的比较扎心 就说包括在欧洲这个商业模式都他妈是不成立的 对吧 欧洲说到底也是自上而下的社会 它美国是很特别的一个国家 其实美国和哪个国家都不一样 什么我们完全不一样 但是你不能否认我们当年去法国的时候 就是通过LBNB租到房子的呀 是啊 但是全社会是不认可的呀 你不要觉得全社会是认可的 我们去LBNB租到房子 但是同时人家打DDSUBER司机是吧 对 同一件事情是同一 两件事情是同一时间点发生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来讲 美国才是共产主义社会 不不不不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就这个话怎么说 我这么来跟你解释一下 因为欧洲和中国一样 什么东西都已经一套规则都有了 那边也是出租车司机发牌照 我们政府发 然后我们政府买牌照 然后我可以运营出租车公司 或者我运营自己的出租车 对不对 自上而下 美国是这个样子的 我要做一家出租车公司 我不用任何政府机关给我一个授权的 我只要去到这个City 或者这个康体要一个Permit 我就可以做出租车了 他没有对这个行业 有任何的限制性的法律反论 要管这件事情 那么好 也就是说 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自下而上 我今天可以是黄标 绿标 黑标 都可以 但是我自己也可以是 也可以是实施一个五百四级 个体户 都可以 这个还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 因为我从事这一行的入门门槛不大 没有所有的牌照费 所以当有人来抢我生意的时候 我无所谓 但是欧洲和中国不一样 那边的司机花了很大力量去考这张证 他花了很大力量去获得了这张license 你弄一个滴滴 一个手机 你就把我前两年做的所有的工作 包括这个考试去全都抹拆掉了 凭什么 就像这里 其实美国也有这个问题 你包括设施房产中介 为什么房产中介只认我这张license 我可以给你分房产中介的佣金 其实从法理上或者从商业逻辑上 我如果是一家公司 我提供咨询或者我提供不是房产资讯业务 我提供信息中介业务 我可以利用这一条咨询业务 我要求你给我 不叫佣金 咨询费可以的 没错 所以那些中介不是死脑结 当然有80%是死脑结 有20%他搞得清楚的人 他就是不愿意这么做 因为他要提高自己行业的壁垒 但凡这个行业是有license的 他就是有壁垒 他就变成有寻座空间 他就不允许新进来的人 新的人进入我这个行业 比如赌博业 赌博业发牌 其实是赌博业者更开心的一件事 这是壁垒的问题 否则人人都可以做了 谁都来分离被跟了 对吧 所以赌博发牌不是政府想发牌 也不能这么说 政府想发 赌博业者 现有的赌博业者也想发 根本就是沆瀣一气 那跟出租车是一样的 那么回到LBNB呢 那么为什么LBNB 就是我刚才讲Uber 讲出租车 我们都能理解 那么LBNB我自己的房子 我对外出租 我找中介给我出租 跟我自己短短时间出租 其实并不矛盾的 矛盾的 LBNB呢 是日租 Pasadena Arcadia定得很清楚 这两个city是以明文规定 不许日租 它甚至可以月租 但是不允许你日租 但是这是city自己的法律 这个呢 我能理解 比如说你赵梅娘家对面 对啊 能出租吗 嗯 我把他妈搞了鸡汤汁 我国家有点肥了 但是作为我们来说 我不会去拒报 当然我不相信 还有跟别人老太也会拒报 但是我跟别人老太也会拒报 但是他有很多鸡汤 我习惯了他一直都会拒报 我不能看第一次去拒报 然后跟别人的条网子一不拒报 而已 太平凡了 对吧 平凡的有点过分了 你会觉得不安全 平常性说你会觉得 因为我们家有老有小还有小姑娘 你一定会觉得不安全 对吧 你可以说NBNB都审查过了怎么样 没问题啊 但是NBNB杀人案件也不错 对 你又不是男的 那么还是那句话啊 就是他除了安全这个问题之外 而且上次许晓峰也说的很清楚一点 二租我只能给酒店 就这个业态叫酒店 我收的税是不一样的 这些税都归city的 我今天批给你了 好 那么以后像谢尔顿这些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价钱 来买你那块地造谢尔顿 对不对 我要保证我这里的生态平衡 商业生态平衡 所以他的项目只能叫短租对不对 不对 他从来不做短租 他做的永远是住不住六个月起 那很多city他不能防止你越租 为什么 你不知道他越租这件事情有点难看 人家比如说我租 我就租一两个月 我走不起来 所以很多city 他现在是从卡NBNB的日租开始给你卡 但是NBNB它一定是日租 他即使是月租 但是他形式上还是日租 日决赛对不对 我老板说的女人 酒店业的这种日租的税收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 NBNB其实打破了原有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浅规则 不是浅规则 就是你的损害人力 自由是什么 自由是你不损害别人利益情况下的自由 NBNB从派南京大和Arcadia的事件来讲 一降低了整个社区的品质造成了社治安隐患 第二你损害了我缴纳盆面费用 我买地租地盖楼 我都用了很多钱的本地酒店业者的利益 而且你想为什么这一条在Arcadia和Pasadena可以行的车 因为Arcadia和Pasadena都有很多的酒店 很多很多 是的 你做NBNB那么他们别失败了 你肯定比他们便宜 你比Motel的便宜 或者这么讲吧 不一定说是一定是便宜 但是呢 就算是一样 那如果是一样价格 你的成本比它低 关键成本比它低的多 交的税还比它少 你按照房租的来交税 你不是按照日租酒店的来交税的 那我整个生态怎么做 对不对 但是很有趣的 Somalino也是不允许做NBNB的 但是它只有一条 就是不要让社区的品质下降 它就这一条鬼了 它本身就没有酒店的 Somalino是没有酒店的 离的最近朗亭属于Pasadena的 对 所以Pasadena就特别多 对吧 所以Pasadena现在管这个也管得非常严 其实你看NBNB上面很少 关键是看别人有没有举报吧 或者它在Pasadena 它在LB上面看有没有 不不不 执法者不会 绝对是名不举 过关不丢的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